新版的弓门武藏上下之后该怎么出装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官方给弓门武藏的定位是一个刺客 所以我们只需要围绕着刺客这两个字出装就可以了 先说一下名文 十多岁 十个鹰眼十个火源 这将是下一个赛季刺客的主流名文 再说一下出装 第一件小红色打野刀 第二件抵抗之靴 第三件装备 我们直接选择宗师之力 宗师之力下个赛季增强是没跑了 25%的暴击几率 还有80点的物理攻击 最关键的是强化下一次的普通攻击 非常非常的契合我们的弓本武藏的攻击方式 一技能砍一下 二技能砍一下 在游戏当中呢 前期刷完野区直接去杠客 这次我们的弓本武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最面在塔里直接上 大招挑飞落地砍一刀 基本上就是大半血直接秒 对付那些脆皮呢 也是非常的逮尽 直接大招起手 挑飞二技能一技能 普通攻击转个圈 再来个强化普通机 把他送回家 运气好了 去杠客的时候 直接出几个暴击 基本上一个技能一刀 那就是半血 所以说这样看来 这套出装 在前期的表现 那是非常的合理 攻击力那是非常之高的 非常符合一个刺客的作风 你们看 我这边遇见了一个满血的圆格 直接大招上去 落地转个圈 他直接大半血就没了 他想跑我一个二技能 追上去砍一刀 瞬间他就拧了 这种高暴击的出装 简直就是脆皮们的杀手 只要被我们摸到 那基本上这些脆皮都跑不了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赞点个关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讲 后面的出装 那么下个赛季 我们的攻本武藏 第四件出装该怎么出呢 绝对是无尽战刃 由于我们带的名文是十个货源 有16%的暴击几率加成 再加上忠实之力的25% 再加上无尽战刃的20% 刚好是61% 此时我们出个无尽战刃 那暴击效果直接打满 来到了250% 而第五件出装 就出脆皮们的克星 暗影战斧 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物理穿透 从而提高我们的伤害 在游戏中 这个阶段的攻本武藏 那基本上可以算作一个真正合格的刺客了 只需要一个普通攻击 加上暴击 脆皮们半血就没了 所以说我们秒一个脆皮 只需要一技能 加上平A 再加上二技能平A 不用大招 只要被我们摸倒 就能解决 面对远程英雄 我们直接大招起手 挑飞二技能两肋插刀 瞬间就可以秒掉 旁边如果再有人 直接二技能移过去 此时我们的二技能CD很短 只要我们能顺利的打出平A 基本上二技能那是两秒以内的CD 请看这一波 去中路抓颜哥 直接二技能过去两肋插刀 再来个一技能 瞬间就把颜哥给带回家了 我自己也拿了一个三连决胜 这就是这一套出装的疯狂的压制力 伤害的恐怖性 再看对面的打野 我们直接二技能过去两肋插刀 一技能过去 再来一个普通攻击 秒他 那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在中期 我们这套出装的玩法 还和以前的工本武藏如出一辙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学习门槛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期 后期我们选择最后一件装备 就是破军 破军 这件装备就不用多说了 我不是看中他高额的物理攻击 我是看中他对生命低于50%的对手 额外造成30%伤害的鼠气 刚刚好契合我们工本武藏 强化普通攻击低于50%增加伤害的被动 所谓是这件装备与工本武藏的被动强强联合 最后再把打野刀合成大打野刀 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在这个阶段的工本武藏 在游戏中 那基本上那就是碰到脆皮 脆皮就没跑了 只需要两个强化普通攻击 需要任何的攻击技能 就能瞬间把那些脆皮们送回下 而且我们还能瞬间利用大招越个塔 还没落地 原哥就没了 你们说这种攻击力 他能不强吗 蓝灵王转个拳 砍一刀他就没了 出装出到大后期的时候 才是我们工本武藏最爽的时候 接下来我再来补充一下名文 十个夺萃 十个火源 十个鹰眼 好了 出装就推荐到这了 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